朱棣为什么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 也要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 毕竟做这件事情的风险是巨大的 南京可是他老爹朱元璋的江山根基 搬迁首都似乎就是打自己爹的脸 何况朱棣还是靠清军策上位的 更别提这般家风险巨大 不仅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百姓们心里也毛毛的 毕竟谁会喜欢天子突然到访 还常住不走了 可朱棣硬是顶着压力也要这么干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还得从永乐八年开始讲起 这年朱棣刚完成几件大事 编成了永乐大典 派郑和下的西洋 还顺手征服了安南 正在美滋滋享受功成名就的时刻 可天不遂人愿 北方的瓦剌人又闹事了 这就像你刚打扫干净的房间 隔壁小孩突然踢了个球进来 砸了你的花瓶 朱棣一听这事 气不打一出来 马上派了个亲戚 领着十万大军去收拾瓦剌人 结果 这位亲戚迷之自信 毫不把瓦剌人放在心上 结果全军覆没 没错 整整十万人 连同他的亲戚 全都战死 这下朱棣简直是气炸了 于是他决定亲自披挂上阵 会会这群不识趣的蒙古人 朱棣带着五十万大军北伐瓦剌 带上了当时明军的黑科技 神机营的火枪 瓦剌人虽然也有火器 但跟明军的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面对明军的猛攻 瓦剌人冲锋再冲锋 但朱棣可是骑兵战术的高手 几轮打下来 瓦剌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 被扫干干净净 可问题是 蒙古人活脱脱一群打不死的小强 你刚打败他 没过几年又卷土重来 打了这么多年 朱棣终于明白了 灭掉蒙古人 没谢 这群人就像草原上的野草 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所以他决定直接把首都搬到北京去 亲自坐镇北方 让这帮蒙古人不敢轻举妄动 朱棣的这个决定一出来 朝中大臣们差点吓坏了 各种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 什么南京市朱元璋打下的基业啊 迁都不合规矩啊 朱棣一听就乐了 他本来就不是守规矩的人 谁再反对就按造反处理 于是 朱棣一步步推行了迁都计划 第一步是疏通大运河 让南方的粮食 不匹这些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 第二步是增肥北京 毕竟当时的北京可真是人烟稀少 朱棣强制南方一些商人 工匠搬到北京 还给他们优惠政策 让北京热闹起来 接着 朱棣又开始在北京盖宫殿 比南京的宫殿还要气盘 从永乐七年开始 朱棣基本上就定居在北京了 南京的大臣们劝他回去 他直接甩下一句话 谁再提这事就是造反 于是 大家渐渐也就习惯了 北京成了新的权力中心 到了1421年 朱棣正式宣布迁都北京 这一刻 北京从一个小城 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心脏 至于为啥非要迁都北京 答案很简单 北京仅靠长城 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 皇帝坐镇这里 就相当于给大明江山装了个自动防护系统 朱棣自己当年不就是靠兵权起家的吗 他深知把首都放在北京能更好地调兵潜将 确保对蒙古的压制 长远来看 这是帝国稳固的必要之举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等朱棣驾崩 他儿子朱高尺登基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回南京 老爹好不容易把北京捣持好 结果儿子突然又要搬回去 至于为啥 你知道原因吗